法國頂級龐若郵輪日立號 預計在3月24日停靠基隆港 為疫情趨緩後 基隆港迎來第一艘國際郵輪 疫情之前我們曾經申請過三次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都被延遲掉了 那我們2024年有一艘同樣的 2024年的3月23號 有一樣同樣的船 比這個船更新的船 會到基隆港靠岸 應該講2024年目前有一艘存船 但是我們船公司 目前還有三艘船明年會來台灣 龐若郵輪推出了探索 日本島嶼之間的秘境和美景 用探索南北籍的深度和跳島玩法 規劃是一天日本奢華跳島行程 每人26萬5000元起 去年開賣當日就秒殺 這艘船坐滿可以坐264個人 去年的7月9號 在台北銷售的時候的秒殺 大概兩天之內 幾乎是所有的140個位置都銷完了 睽違兩年 基隆港終於迎來了國際郵輪 議長同志們 希望市政府能夠盡快提出完整的配套計畫 疫情剛結束 那在面對疫情後的時代 政府的各個部門各個角色 都要加緊上緊發條 不管是經濟面 然後包括我們基隆港 準備要起飛起航 那郵輪公司 那我想相關的配套 也希望我們基隆市政府可以加進腳步 那我想基隆市議會跟基隆市政府會緊密的合作 當然我們會做好監督制衡的角色 希望基隆市政府可以帶動我們的產業 讓我們的發展可以更好 疫情解封 基隆港物分公司 今年收到了90個行次的國際郵輪預報 其中基隆港有72個行次 包括32行次 將以基隆為郵輪母港 市場行次為掛靠港 接下來可以預見郵輪旅遊市場將逐漸的復甦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道